每天有这么多新闻 你都听懂了吗 听新闻不只听热闹 还得听门道 让董志森带你搞懂所有新闻 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欢迎收听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我是董志森小董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中午12点到1点 有我在这边为大家说新闻 今天最重大的新闻 当然又有人在报扁案 不过这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席家庆报 说阿扁收了件上几十亿 其实现在讲阿扁贪多少钱 对民众来讲 还好啦 没什么感觉 老实讲阿扁收多少钱 几十亿算什么 各位朋友 阿扁收几十亿算什么 姚立平收 陈水扁收 放在日本的钱有三百多亿 姚立平在我节目上讲两次 柯文哲前例挺陈水扁 说他是被政治迫害 姚立平是柯文哲的 竞选总干事 竞选总干事 去挺一个 被政治迫害就表示你是很清白 你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被抓去关 所以我小董讲的逻辑其实都很清楚阿 不过台湾民众不在乎 哪在乎 扁贪多少钱又不是贪我的 很多是贪你的 贪国家的钱就是贪你的 只是因为你们多数人不用缴税 每个人嘴巴讲我们纳税人其实多数的人不用缴税 缴税人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像我 我要缴很多税 那些什么网金 什么那些 那些人其实都不用缴税 那些人都在享受我们纳税人给他的各种福利 然后他每天骂说他的福利不够 台湾社会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所以习家庆民进党发言人说阿扁说了件上数十亿 民党马上有人出来骂东骂西 但是这个新闻不在这里嘛 习家庆的用意是在讲什么 讲说阿扁干了这样的事情 习家庆不是今天才知道了嘛 他的用意在哪里 在现在是民进党党内出现 三月十六要开始党内出现投票了 各位朋友 大家不觉得很紧迫吗 今天三月九号 三月十六 在一个礼拜 民进党要开始各区的党内出现 大概选不到一个月 各区的人选就要产生 你知道吗 习家庆 是蔡英文的爱将 因为他是他的党的发言人 然后他的新潮流 他是民进党中常委 他当过两次中常委 那他讲的代表什么 我告诉各位 不要看说阿扁污多少钱 多少钱那只是一个数字 姚立明说三百多亿 藏在日本 一个数字了 重要是党内出现 阿扁的儿子 阿扁的儿子 陈志忠 已经恢复民进党籍 而且要参选了 各位朋友 关键在这里啊 陈志忠要在 高雄的前镇小港 前镇小港 因为他上街他用武党籍身份选嘛 选了以后 结果民进党派出郭文成 出来参选 结果这边是 蓝小于立 而且立营比蓝大很多 立营大概有七成选票 结果两个人刮分选票 被国民党的林郭正当选嘛 就这么回事嘛 各位朋友 阿郭文成在高雄本来实力是最强 因为他是议员出身 服务好的没话讲 所以他当立委的时候 他原来当议员 他当立委的时候 就叫太太去选 议员 他太太叫林婉龙啊 大家也可以上网啊 林婉龙就是这一次在民进党 投议长的时候投错票啊 婉婉的婉没有你之旁 龙是福龙的龙 曹志投福龙的龙 林婉龙 林婉龙这是投错票啊 结果人家刚才讲说你投错 他还不相信 因为他把一张票 议长投给民进党的 或议长也投给民进党的 一张票盖两个张 就会票了 不过还好民进党还是当选 那所以他虽然被骂 但是好像没有受什么太大的处分 也没有被骂 说故意跑票 或投给国民党 所以新闻那时候没看到 为什么 因为同一天的新闻都在台南嘛 台南以前叫当选议长 新北市 民进党会漏选 那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台湾社会 台湾社会 很多事情 你看要看他的内里 看他里面 习家庭讲的不是阿扁的贪污 习家庭讲的是党内出选 陈志庄这辈子没干过什么事情 凭什么 凭什么要代表民进党来参选 懂不懂 这是他的内涵嘛 他的内涵啊 那他讲了 其实还打到哪些人 我告诉各位 你今天看所有的媒体 包括一周刊 包括时报周刊 包括王周刊 或包括 这些大媒体 或各报纸 大家都在骂一个什么 骂一个这些政治的第二代 凭什么出来嫌 游细坤的儿子 游炳陶干过什么事情 没有 因为他爸爸这次在新北市 只输朱立伦三乱票 所以是水牛 很强 所以他要出来嫌 他出来嫌 他游炳陶 他有干过什么事情 没有 苏称昌的儿子 苏巧辉 要在树林这边嫌 他干过什么事情 他可能嫁给一个导演 原住民导演 拍过 做一些社会的事情 NGO的组织也参加过 他出来嫌 过去有没有从政经历 没有 有没有对民进党 有什么贡献 没有 实际上是没有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政治第二代 谢唐廷的儿子 谢维州 七年 当选了台北市议员 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所以政治的第二代 现在通通出来了 各大媒体 一周刊 王周刊 时报周刊 大家都看他的写出来 写什么 写七年选举 柯文哲为什么打败连胜文 因为所有的网金 所有的媒体 大家都讨厌连胜文 天天骂他是 富二代 政二代 靠霸足 护仇者联盟 天天骂 所以这就是 潜贵跟平民 现在潜贵跟平民 自称平民的 柯文哲打败了潜贵的 连胜文 然后今天 两个月而已 这些人 纷纷翻出来 民进党的二代 纷纷跳出来要参选 那今天要怎么解释 各位 大家不要遗忘 讲很多东西 其实大家不要遗忘 现在 尤其这个时间这么短 如果连这个都遗忘的话 那是很可耻啊 我讲这个 其实 小董每次都提醒大家说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上网 去Google或Yahoo 我都 我都 你就去看 因为 那些东西都存在 网路的资料里面嘛 都找得到 在Google或Yahoo 搜寻都找得到 我们现在搜寻引擎很方便 那小董 因为我对政治 比较内行 所以我看过东西 我会记得 那可能很多朋友 觉得 小董你是不是信口开合 我不信口开合 那就 大家就 大家就上网去看 我讲那件事情在不在嘛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也印证我所言不息嘛 平民跟钱贵 你喜欢谁 多数人是平民 当然投给平民柯文哲 钱贵 延胜文钱贵 富二代 靠霸足 正二代 对不对 那今天所有这些东西 加注在 陈志忠身上算不算 游炳陶身上算不算 苏巧慧身上算不算 谢维舟身上算不算 这民进党的天王 阿扁跟三个天王的儿女 对不对 因为李秀莲没结婚 李秀莲是四大天王 可是他没结婚 没有小孩 那其他人都 小孩都出来参选 好了不起 大家出来参选 那这个二代 二代 请 请我们网路上的那些 自称很正义的乡民 出来讲讲话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乡民 我看不起他们 骂他们是垃圾 垃圾永远是垃圾 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我们进口30万的 外籍新娘 被骂 柯文哲很生气 因为很多人跟他吐槽 跟他抗议 他已经联系演讲两次 一上台被人家台下几排抗议 他就很狼狈 很生气 柯P不用来这一套 马英九每次被人家丢鞋子 你那时候在旁边讲什么 一个人如果做得好 就不会被丢了 怎么样 是不是 我跟各位讲很多东西 现在都会碰到 柯文哲跟他的 那个无耻团队 我真的讲无耻团队 为什么 柯文哲栽张年盛文 到他竞争总部装窃听器 到现在为止 他很早很早 当选之前就知道 他自己搞乌龙 栽张了别人 他到现在都不到这样 这种叫做无耻团队 柯文哲跟他的无耻团队 还有他的无耻网间 让人瞧不起 他说 他说进口30万 外籍新娘 网路上很多人替他开脱 柯文哲 被大家问很生气 后来他怎么回答 他还在那边辩解 不要拿我那两个字来 来放大 这柯文哲的用语 我都用他用语比较精准 要不然你们会说小董编故事 柯文哲说你们不要拿那两个字来放大 人家跟他讲说你妈妈都觉得应该道歉了 好吧 既然这样 周杰伦也说要听妈妈的话 柯文哲就说好吧 那就道歉 这是他的道歉 这六个字 你要说你妈妈说你应该道歉 好吧 那就道歉 这个就算道歉了 这是柯文哲整个所有的用语 我要讲其实不是柯文哲 柯文哲我早就在险前险后 我跟很多朋友都讲过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文化人 我说他挺柯文哲 我在节目上讲他挺柯文哲 他很生气 公开骂我 公开骂我是在一个场合 但是开玩笑 他说我从来没有挺过柯文哲 我只是选举时候没有骂他 可是选举你 没事就骂连胜文 各位朋友 我们当文化人不要当政客 当政客就可耻了 就好像我讲的 明朵95年宋楚瑜出来选台北市长 宋楚瑜不是为了要当选的 宋楚瑜是为了让郝龙斌漏险 结果可以拉蓝金多少票 郝龙斌就漏险了 宋楚瑜的用意这样 三年前宋楚瑜选总统 宋楚瑜不是要当选总统的 宋楚瑜是要拉蓝金的票 让马航九漏险 马航九漏险以后结果是谁 结果当然就蔡英文当选了 我们不搞政治 小董讲话都赤裸裸的 宋楚瑜是帮蔡英文 这是整个结果来讲 一看就知道了嘛 宋楚瑜选市长的时候是帮谢长廷 选总统的时候是帮蔡英文嘛 我讲这是太简单的道理 我们都不是政客 我这个朋友 嫌疾时候天天修理廉胜文 从来不修理柯文哲 他说我从来没有挺过柯文哲 你说我挺柯文哲 你是侮辱我 做人不要这样 做政客可以 你去做政客吧 因为 这些人在参选 当选了不是柯文哲 就是廉胜文 你去打这个 就是在增长另外一个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不要每个人都装不懂 但是我不提这个事情 我讲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可怕的事情是 柯文哲已经道歉了 柯文哲的支持者 臥潮啊 臥潮就是最近出来 对慈悸讲东讲西 然后讲自己服务的 罗东圣母宴都好都好都好 听了我在哈哈大笑 这个人叫柳林伟啊 欧潮的 创始人啊 杨柳的柳 双木林 尾呢 是一个学义旁 再一个尾小宝的尾 我讲这个是希望大家上网 柳文哲 认为说柯文哲失言 结果柯文哲旁边那些 小蟑螂小老鼠就出来咬他 他不晓得柳林伟对柯文哲的当写 贡献很大 对他 对柯文哲的竞选者 连胜文 竞争者连胜文那些人 是打得多痛啊 多用力啊 他不晓得柳林伟是柯文哲竞选的大工程啊 那些小蟑螂小老鼠就出来围剿柳林伟 你怎么可以讲他失言 然后骂柳林伟啊 说你是国民党派来的 柳林伟 很委屈啊 说我怎么会是国民党啊 我听了这东西都哈哈大笑 各位朋友 大家都会碰到的啦 柯文哲就是靠栽账别人当写的 靠这些网友 靠他那些竞选大件 到处去栽账连胜文 然后大家把假的东西当作真的 然后连胜文就很不堪 然后 此消彼长啊 嫌疾本来就是此消彼长 你自己尽量去争计选票 然后你攻击你的对手 让他去流失选票 嫌疾本来就只有这一回事而已啊 所以 你去攻击连胜文 连胜文的选票就流失 无形中 柯文哲即使没有增加选票 他的选票就算作提高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比重啊 我讲这种东西 其实在台湾 住过五年十年的人都知道 这是嫌疾中很浅显的道理 柳林伟他们 帮柯文哲立下多少 汗马功劳 他们攻击连胜文 阵营多少事 结果他今天被 挺柯文哲的小蟑螂小老鼠 那些网金网友攻击说 柳林伟你是 国民党的 我看了真是哈哈大笑 柳林伟 我不晓得他已经明白了没有啊 因为 柯文哲当选以后 他还一直负责柯文哲 柯文哲只要讲随时 讲什么通通都是对的 柯文哲是神啊 他即使诗言 大家讲他不叫诗言 他讲慈记 很奇怪哦 大家就去围剿慈记 然后他讲 慈记是宗教的 第一名嘛 他讲 有钱人的第一名 郭台铭 对不对 然后 互帮 蔡平忠 远雄 赵成雄 这三个人是台湾十大所护之三啊 这些有问题 社会观感不好 远雄是官商勾结大弊案 这都他讲的 他讲了以后呢 哇 大家就开始去围剿这些团体 那他过去攻击马航九 跟不用讲 马航九是政坛里面 因为他总统嘛 算最高位置的 所以柯文哲只要针对 每个行业最高位置的人 讲什么话的话 他的那些蟑螂老鼠就去咬 就去咬 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现象啊 而且不要是非啊 他们咬了半天 不晓得柳林伟是他们 同一国 而且对柯文哲的贡献那么大 完全不知道 柳林伟医生一定提笑皆非 他就 我变成国民党 被他们骂成国民党 不要装了啦 你当然明白 这些人的性质嘛 这些人就是这样 只要谁敢触碰柯文哲 讲柯文哲的不好 我们就来围剿他嘛 小董讲柯文哲很不好 柯文哲跟他的团队是无耻团队 柯文哲是一个贪污的政客 小董讲的 来围剿我 柯文哲敢拿厂商的钱还大言不惨 敢用假的话票 跟国家申请钱还大言不惨 他是一个贪污的政客 来围剿我 我公开讲柯文哲是个贪污的政客 不入流 来围剿我 我看你们蟑螂老鼠在哪里 你们还没看过猫掌那怎么样 无耻 台湾有没有是非啊 我看这种超俗辣 我是非常厌恶 多数是大学生 我不要用俗话说 我不要讲这个 因为无耻的人 你跟他讲那些都没有用 但是 是非在哪里 很多人明明知道是非在哪里 他嫌弃之后 因为他心有 心有支持者 所以即使他的支持者做错事 他不敢出来讲 对不对 这个人是我支持的 我不要讲他坏话 免得影响他 没关系 你可以保持沉默嘛 可是他们还要颠倒是非 结果等柯文哲拿到了天下以后 是非可以永远颠倒吗 不能这样的啊 小总讲新闻 我都言言本本都讲 我都讲 要不相信你就去Google 看我讲东西是真是假嘛 柯文哲现在要推出一个青年狗仔 只住不卖 哇 媒体大家拼拼做 柯文哲团队啊 这个团队又是无耻嘛 所以他就说 首度 我自己发信用稿说首度 我说这怎么叫首度 好龙斌时代就有了嘛 所以大家看 好龙斌 本人 还有好龙斌的副市长 政大的张金乐教授 都出来讲 这个政策很好啊 柯文哲一上任是讲 好龙斌所有东西都不好 从头骂到底哦 对不对 还派了二十几个廉政委员要调查好龙斌哦 大家记得吧 然后五大闭案 我还没有定案 还没有查就说这是五大闭案 对不对 闭案当然就是有有问题的案子嘛 有官商勾结嘛 对不对 柯文哲已经定掉五大闭案 找了二十几个廉政委员要查 好龙斌没有一件事在柯文哲跟他的团队眼中是好的 现在 柯文哲要累他人之美啊 他把捷印的联合 开发的房间啊 要把它拿来租给青年 他说这是首度 什么首度 好龙斌做了好几年了 然后就讲 我们要在哪些地方哪些地方 真好笑啊 各位朋友你就上 现在就上网好了 我小总讲简单 你打好龙斌 青年住宅 啊你随便看你要打敦煌 还是要打行天宫 大龙洞 这些都是好龙斌推购的 而且人家都已经住进去了 好几个 好几个联合开发的地方 青年都已经进去住国宅了 但是那时候民进党怎么骂 柯文哲跟他旁边的那些团队怎么骂 哇讲这好龙斌这个啊 这政策不好啊 怎么样 我们是要给青年买得起啊 怎么样 讲东讲西 我听了 我当然笑一笑 智总就是不问是非啊 但是你要怎么证明他的是非呢 那过去好龙斌做了 被你们消遣业余 现在柯文哲在做了 柯文哲现在做被人家反对啊 老百姓出来给他挤牌子 他很气 很气啊 最气的是谁 是负责主管的 发展局的局长林周明啊 双木林 欧洲 亚洲的周 民国的民 他在脸书上大骂 骂什么 我一定要用正确的字眼 不然我会被修理 他说台北人很自私 台北人疯了吗 说台北人疯了啦 没有骂啦 没有那个问号 就是很肯定了 台北人疯了 台北人自私 他讲的没有错啊 他讲的没有错啊 我们政府的房子 我们要便宜 旁边租给谁 旁边租给谁 你们旁边的租屋怎么可以反对 说你会拉下我的房租 你们怎么可以反对呢 那过去好龙斌在做你们 为什么在 嘲笑AE呢 为什么好龙斌做是不对的 柯文哲做是对的呢 我讲这个新闻不是到此为止 我告诉各位 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 好龙斌跟张金乐 这两天出来力挺柯文哲这个政策啊 他们两个天天被 他们的政策天天被柯文哲羞辱 从柯文哲当险前到现在 至少修理了半年了嘛 对不对 不是修理啦 羞辱了半年了 他们的政策被柯文哲羞辱了半年 险前到险后 现在险后三个多月了嘛 啊险前 当然 柯文哲那时候敬险罵了更难听嘛 他们等于说被柯文哲羞辱了半个多 半年多了 羞辱半年多了 结果柯文哲推出这政策被人家抗议 好龙斌 张金乐教授 政大的张金乐教授 原来是好龙斌的护士长 两个人出来替柯文哲讲话 各位朋友 什么叫风度 什么叫气度 各位朋友 你要的是怎么样的政治人物 还在那边装枪做事吗 柯文哲讲这个是不是诗言 这个不用 根本不用讲嘛 这 当然是诗言 他妈妈还讲诗言 柯文哲 诶 已经道歉了 即使心不甘情不厌 你看柯文哲心不甘情不厌 到底要 你如果有看电视 看他的脸色 然后讲说 你妈妈已经说要道歉了 好吧 那就道歉了 这六个字 姓姓 姓姓蓝 姓姓蓝的说 好吧 那就道歉 这个叫道歉了 虽然心不甘情不厌 毕竟已经讲道歉了 结果 他道歉 他下面的那些 死中的 小老鼠 绿色小蟑螂 潜力挺他 你不准道歉 你是对的 你看现在 我们在讲什么是非 我听了 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啊 因为很多那时候 用这个方式来 取得大位的人 或者帮某些人 取得大位的人 你们慢慢会尝到苦口的 我还是要写 四招会法师一句话 我希望那些恶人啊 不要有恶报 不要有恶报 那些 见嘴 用口业的 造口业的 也不要有恶报 四招会现在 已经很聪明了 知道怎么 去讲话了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非得武当 我是董事长小董 我在节目上 其实对于 很多我们社会上 污蔑被 很多的行业 我都会替他们讲话 我就会帮 弱势讲一些话 简单讲 有严谨去买早餐 被人家检举 结果要写报告 他报告里面 学什么 以后 我宁愿饿死 可死 我也不会穿制服 买早餐 很悲愤啊 当然是 各位 我们常看美国的电影 美国电影 警车出来行楼 常一个黑人 一个白人 喜欢演黑白 或一个男生 一个男警 一个女警 或一个胖的 一个瘦的 他们美国的警匪片 喜欢用这样 对不对 车子就停在 素食店门口 买个炸鸡 买个汉堡 买个咖啡 记不记得 很正常啊 我们警察不行 说有爱观瞻啊 警察怎么可以这样 要写报告 为什么 因为有民众检起啊 台湾像这种民众 都得要命啊 真的 台湾这种 这种民众非常多啊 他看不顺眼 你什么都不可以 我有时候觉得很悲哀 我们看了 很多事情啊 就是 你 只要媒体写什么 大家就去取控什么啊 警察非常辛苦 然后警察用箱子气 也常常被骂 怎么可以用箱 怎么样怎么样 你如果长期听我节目 这七年都来啊 我在节目上讲 我是支持警察 警察去立法院 行政院唯有自信 被那些人啊 羞辱说 国家鸡 暴力什么什么 他们攻击警察可以啊 警察不能去防护 你们可以打警察 警察不能打你啊 就 就这些人 我都非常瞧不起啊 然后 他们又有一对律师 帮他打官司啊 说他们叫太阳花 不要脸的 一群人啊 我真的讲 台湾社会过了 你知道吗 这些人为所欲为 然后被起诉 就说 被政治追杀 不要脸 不要到这种地步啊 你们那时候 进气是什么 所有法力责任 我们自负 我们会怎么样 那时候 多么慷慨激昂啊 今天检察官起诉说 我们是被政治追杀 我们应该怎么样 要不要脸啊 我真的讲 要不要脸 你们那时候就讲 所有法力的事情 你们都会扛下来 你们得知道这样做 会被起诉的 我在讲 我有时候看 很多人 我为什么看不起 我就在讲这个格调 格调的问题嘛 我们敢做 我们就要敢当啊 对不对 我们敢 大家聚集起来去冲撞 违反集会有些有法 我们被起诉 我们就敢当啊 像施平德他们啊 红三星 我们 你说我们违反集有法 我们被起诉 起诉就起诉啊 他打官司 他打赢了 不要来这一趟 哎呀 政治追杀 怎么可以这样 你知道那时候的法力 你就是会被起诉的 而且你还对外 大言不惨 就好像有人去托了 去行政院 然后太阳饼 萧家琪 副秘书长 太阳饼被吃了 萧家琪说 我太阳饼被吃 好多人在网路上 就是我干的 然后检察官说 好你干了 偷缺嘛 把那些人传乱 就说 哎不是我 不是我 你看这种 沙拉 臭沙拉 浪咖 冲刺了太阳花 太阳花 多数都是由这种人组成的 是不是 你要当英雄 你就当到底嘛 然后被传唤 这个有刑责的 赶快 每个人赶快 哎呀是政治追杀 我们没有啦 怎么样 臭死了 那到这种地步 我真 看不起到极点 就是这种人 很多人讲 哎呀年轻人是国家 未来怎么 不用啦 这种垃圾 算了啦 是未来怎么样 未来我们靠他吗 不需要 所以 你看 台湾很多事情 我们就要救世 论事 然后每一件 每一件 来细数 警察 金人 其实是保卫国家 保卫社会治安的 常被我们这些媒体 怎么去罗令 然后媒体 讲东讲西 你看 苹果的报 今天A5版 前版啊 放 联森活活 卢盛宴的广告 苹果的报 这集团 过去用多大的篇图 修理联森活活 卢盛宴 说哎呀 吴敦利又跟他 怎么样怎么样 记不记得 你打卢盛宴 或者联森活 莲花的莲 生命的生 然后再打吴敦利 你看里面有多少 都是一周刊啊 或怎么样 怎么骂他的 好像 好像他是一个坏的和尚 然后现在呢 5版前版 登他广告 而且登很多次 他只要登小董 就会拿出来讲 因为那广告 很贵很贵的 你赚人家的钱 你苹果的报 赚人家的钱 我整版登 你把人家 骂他是一个坏和尚 现在又要赚他的钱 苹果的报集团 要不要脸啊 李志英 要不要脸啊 是不是 就像我每次讲 玲瓏山 每天讲 哎呀 大陆黑心后怎么样 你玲瓏山就是卖大陆黑心牙膏的 我请一下 卖一个产品 如果这个产品是黑心 我们会讲这个人是什么 黑心商人 就是 黑心商人 卖黑心牙膏 这道理是一样的啊 高正立 把便宜的原仔油 混冲 价钱比较高的 高级的橄榄油 大家骂他奸商啊 林隆山 自由食堡的老板林隆山 把工业区当作住宅机卖 工业区比较便宜的土地 你知道公教人员 你如果买到公业区的房子 是不能贷款的 他不给你贷啊 我说不能带是带政府的公教的优惠 是不能优惠的 因为一个朋友找我处理过 我去问了 我说这没办法 他说为什么没办法 我们买的时候也不晓得 他说不晓得你就买了 自由食堡的老板林隆山 把工业区的住宅 工业区的房子 当作住宅机的房子卖掉 跟高尊利 大家骂的奸商有而不同 媒体你敢讲吗 每个人都要仰仗自由食堡 哎呀 不要被他修理 不要被他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笑 台湾是掌握在苹果跟自由这些媒体吗 他们自己是怎么样高尚的人吗 我不要讲高尚啦 不要讲用到那么严肃的字眼 我说 那你至少做一个基本 你每天在骂别人这样 你自己不要做嘛 你自己卖大陆黑心产品 你好意思每天骂大陆 哎呀 那黑心 大陆都出黑心后 对不对 就像我讲的三历的董事长 林昆海 总经理张荣华 两个逃漏税大王 逃漏税逃那么多 赚那么多钱还硬要逃 然后还每天讲 哎呀马正虎 哎呀怎么样 司法怎么样怎么样 司法对你最好了 啊马正虎 那个财政 怎么样 财政的税都被你逃光了啦 怎么好意思 我小总就是论事 但是 我请教 我们台湾社会 我们有这样的形式跟能力吗 大家人音意音 被媒体牵着鼻子左 把媒体讲 哦 就是媒体讲 所以慈悸 啊慈悸就怎么样 看着他大笑 我也不是慈悸的慧言 但是我告诉各位 马航失踪到现在一年了 对不对 去年3月8号妇女节 马航失踪耶 一个飞机开一开不见了 然后说好像在澳洲外海 哦大家 各国都国联金 大家下去帮忙找 记不记得 一年还没找到 一年还没找到 大家看 大海有多大 这个如果是一个台湾 飞机没有找到 哦 怎么在我们的海边 这边没找到 换筒 这是一个先进的国家 澳洲 然后各国去帮他找 没找到 我不是要讲 我不是要讲马航 我是要告诉各位 台湾很多事情 你要看 我们自己的复兴航空掉了 掉到季庸河 大家去收勤很辛苦 对不对 台北的消防员 钻在水里 很辛苦 台北的市长柯文哲 跟赖清德两个人去干嘛 两个人去卖书 帮赖清德卖书 有没有人批评 没有 柯文哲做什么都可以 卖书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赖清德是一个商业又有质疑未来的大卫 你的属下 钻在基隆河的两度的冷水里面 在找一些尸体 残骸 你在外面搞商业行为 有没有人骂 没有 柯文哲是神啊 他做什么都可以 各位你知道这些 在两度的水里 上来全身抖手 的这些人都勇敢 他们把所有失踪的人在河里都找到 这是很难的 我原来一盼有一两个人会找不到 他们通通找到 所有流出去的尸体通通找回来 不得了 我真的讲非常赶佩 我告诉各位 他们起来全身发抖的时候 身上都披了一件毛毯 记不记得 你现在就上网看所有的画面 现在就上 那件毛毯就是持绩的 就是持绩 被大家糟蹋成这样啊 各位 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坏 不要只看到媒体在写的那些东西 然后说 哎呀那个内湖 怎么可以做一个毛毯工厂 要干嘛要干嘛 我告诉你 你所有钦佩的那些消防员 他们身上批的就是持绩的产品 不用钱的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 帮回到回夷舞台 我是董事生小董 今天 当然比较震撼的新闻 就是民进党的徐家庆 民进党发言人徐家庆 在美国爆料说 陈水扁收了建商数十亿的钱 当然 很多人就会围绕着 你是蔡英文的发言人 所以徐家庆刚刚已经辞气了 发言人从美国传真 说不要 我是一个公众的议题 请大家不要做够度的解读 因为 过度解读就是说 蔡英文对陈水扁开炮 其实不会 但是 人家会这样讲 为什么不会 因为蔡英文现在只要能够当选 各方的势力来跟他结翁 他都愿意 对不对 就像 三年前 他结翁的对象 不管暗中或者 明的暗的 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帮他拉马昂九 南京的票 大家都不是政客 不要在那边闹来闹去 所以宋楚瑜 有一次 胡忠信 在节目上讲 说宋楚瑜只要拿 百分之五的选票 马昂九就会漏险 宋楚瑜好高兴 到处跟人家讲 我只要拿百分之五 马昂九就会漏险 到处去拉票 我听说 我在节目上 那时候李涛在主持 我小总骂他 没出席的东西 你真没出席 百分之五 不会当选总统 你最大的目标 是让马昂九漏险 那种招然漏洁 看得让人家恶心 我讲这个 真的是恶心 但是今天 新党的义主席说 如果是 蔡英文跟义主席 跟宋楚瑜两个出来选 他会支持宋楚瑜 我也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这是比较大势大非 就像我在前面所讲 选举 你就是 一定是两个人在争 如果这次选举 绝对是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蔡英文 在争 对不对 那不是你当选 就是我当选 即使有其他组的人 都发挥不了 什么太大作用 第三组人的作用 可能是在帮忙 拉另外一个人下台 的作用而已 选举就这么回事 大家也不用高来高去 所以 一幕明讲这个 我也不意外 但是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我看得真好笑 嫌疾你要怎么去看 新闻你要什么去看 习家庆的用意 不是在 不是在蔡英文的意思怎么样 习家庆的意思在怎么样 在你们这些富二代 对民进党 对国家 都没有贡献 只因为你们有个好爸爸 你的好爸爸叫陈水扁 叫游锡婚 叫苏贞昌 叫谢长廷 你们这些人 凭什么凭什么 出来选 他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但是 柯文哲的 爱将 市政务的顾问 有几职顾问 领薪水十几万 洪志坤就出来讲 他根本不相信 哪有说跟建商谈一谈 然后就开着卡车来载钱吗 不要装了啦 你给我多少钱 我要多少钱的话 不会当场给嘛 事后收嘛 当然是这样啊 大家不要再装来装去 好不好 今天谢谢收听 知道吗 明天 我 装